大家好,我是隊長Wheel 五項目 剛剛完成了一個彈丸富士山 即是即日流富士山 七十二小時內第二次上完富士山 感恩好天氣之下完成 原本富士山的行程是沒有拍片的 但過程中也拍了少許花絮 今天就特地來拍片 今天這條片要多謝幾個贊助商贊助 才會有這條片的出現 第一個就是香港白燈的冠名贊助AKIV 第二個就是Air 5這副這麼漂亮的眼鏡 還有幫我在山頭上出身入死 看不看到嗎? 我這對La Sportiva的考山鞋 搞笑而已 其實我是不是打算來的 最重要是看天氣 有什麼東西就是上去看月來光的 但明天的天氣就不是太好 那左度右度之下就決定了 搏一搏來一次的即日單攻 原本也是單攻 但時間會更加短一點 因為我要配合車程 在新宿過來最早的班車來到是9點20分 而在這裏開回新宿的車 最遲的班是17點 而下回河口湖是18點40分 即是說如果我要下回河口湖這樣計 一來一回減回數我只有9個小時 9個小時有沒有能力去完成得到呢? 普通的山徑就沒有問題 就是大3776的公山 那是否真的預期之內呢? 在車站上決定買一張票的時間 我考慮了很久 決定死就死 然後買了一張票 就特意搭過來這裏 然後就結束了一些火候行李之後 買了車票 就在這裏出發了 過程是怎樣 有些什麼要玩呢? 先講講怎樣去放行李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就正式出發 沿著這個登山路口 上我的富士山 宜登 儲存行李是我今次單攻 其中一個最頭痛的一環 上網找了些資料 五合目有三個位置可以寄存行李 其中一個就是雲上角 300日圓至500日圓就有交易 算是最便宜的一間來的了 但是要留意 9點半來到 已經沒有什麼空格了 下山的時候 我還打探了另一間的 有興趣的 看到片尾嗎? 除了行李儲存之外 交通安排得各重要考慮因素 由於之前我回了新宿 所以今次我就在新宿南站對面的 高速巴士站 再搭巴士去回五合目 畫面這座建築物的四樓 就是高速巴士站 出發之前我已經量好班次 買定了票 沿著指示 去到四樓就會見到巴士站 這裡很多巴士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日本玩的朋友 不可以不認識這個巴士站 去五合目的班次都算非常多 我搭6點45分的車 竟然有三班車在這個時間開出 由新宿開去五合目的車費 單程是3800日圓 我想來回會便宜一點 但是由於我不能確定到 我5點鐘可不可以趕一次下山 趕到尾班車 所以決定還是去河口湖過一晚就算了 不即晚回新宿 6點45分準時開車 9點20分準時到達 上次沒有去到這個畫面給大家看看 我們由五合目到山頂 斜斜斜斜斜斜 不停上 這個位置就有馬仔坐 我現在買定會請車票先 留意一点,河河湖去五项目的车票是没得买定的 即日买票,即日使用,没得指定班次,没得滑位 放好行李,买好车票,自己又出发了 9点半松一点,七个松头的旅程 GoGoGo,团圆登山 这段由五项目至六项目的路段,大概1.8公里 是上富士山的路段当中,其中一段最容易的路段 很多只是到五项目的朋友,都会只走一段小路,体验一下 好了,上来这个山顶的位置,分叉路,回程的定位 在这边出来的,大概900多米左右的距离 有没有多久,微微停满的路段 继续是五项目去六项目的路段 1.5公里距离,被石水到 好了,六项目了,多国语言讲解当中 这个位置可以给你借头盔,免费的登记就可以了 用了24分钟,1.75公里,来到六项目 基本上五至六都是屏门的路段 这里有洗手间,200日元自律收费 有去的就趁早去,上到山顶就300日元 还是有人看着你的,OK? 来到这里支持一下 过完这个位置,越来就会越点峭的了 OK?继续出发 看天气多好 原本是prefer了,明天早上看鱼来江 但今天是A级天气,明天是C级天气 所以没办法,就融续了去,急赶一点 其实呢 由六项目到七项目都不算太斜的 但七项目至八项目,九项目再打上去呢 就慢慢斜上去了 大家在山下都看过富士山的山势了 好,先补充一下一点 虽然说六项目至七项目这段 相对来说没那么斜 但不是那么斜 还有它也是很多火山岩石 对吧?都不是太容易走的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玩得单弓,但远 都会觉得自己是有点能力的人 都好啦,有力也好 这些不会去得那么快 但是比自己一个高度适应 好了,走了52分钟,三公里的距离 给个蓝天白云的七项目山屋 景色,大家看看 进入七项目山屋的路段 开始是不是有少少崎岖呢? 好,七项目第一间山屋 花小屋 这个位置 在御来江也是相当不错的 正正的方向 还有3.8公里 花小屋之后再出发的路段是这样的 上一层楼 十凌二十级 第二间山屋,日出之管 转了三个弯道 第三间山屋 七项目第三间 我们之前那天晚上住的一间 好了,跟前两晚招呼我们的哥哥 就是拍照打人卡之后呢 继续出发 继续上去八项目的方向 七项目还有几间山屋 还未到本木的位置 距离山顶 3.5公里 第四间七项目的山屋 迁岩馆 好了,来到七项目 第五间山屋 见什么名字呢? 忘记了,先看看 这个富士一館 所有山屋都是望向东面 都是望见山中湖 这间山屋距离山顶 还有3.4公里 官方资讯271分钟 好像是第六间 鳥居庄 山顶,3.2公里 鳥居庄是上次我们一帮朋友上来的时间 在这里看日出 看月内光的位置 超棒,超感恩 他们的行程是非常好运 100%好运 今天我当然不作休落 立刻走立刻上 看月内 东洋馆 距离山顶3.1公里 预计255分钟 用了一个小时32分 走了4.09公里 官方预计225分钟 用了一个小时37分钟 来到八峡目 过了三次开域 第一间山屋 太子馆 太子馆 看出来的景色是这样的 这个乌云 转个弯游到另一间山屋 低峰大部分低 指示就不用担心了 去到鳳内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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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都不久了 离开这个位置 继续上 早2.6公里 官方预计189分钟 好了 上到八峡目 来一间山屋 白云庄 这一刻的白云庄 名副其实 看出去 一片白云 看下面的山道 有好少少 还叫太冷 好了 不再九流了 停得来就冷 继续走 好了 来到八峡目 来一间山屋 好像是第三间 元祖室 32005海拔 海拔算是500 左右 好 大家试试一下 距离山顶又近了 1.8公里的距离 两个小时 比较松一点的预计 而我来到这个位置 用了两个小时 零九分 比预期快了一点 其实 在八峡目 三千海拔打后 我预计是要放慢小脚步 始终要预计高反的准备 OK 不可以开太快 就算现在预计两个小时 去到顶 那样算 按去的目标时间 我都可以很充裕 非常之感应 可以上多一次富士山 好了 11点 五十六分 本八峡目 即是八峡目 正确的位置 最高的一间山谷 好 同样我们也是不作久留 慢慢走 继续 慢慢上 还有1.3公里 预计八十二分钟 原来高一点 还有尖达 三千四公里 还记错了 最后温通提示 高反正硬 上山 有核木 最快 核木至9核木 早段路快 是这样的 上线二限 初半月 八点五核木 御来江館 不在一间山屋 在这个位置 这里高 三千四百五海拔 来到八点五核木 大概用了两个钟头 三十五公里 距离是五点八二公里 我不会快的了 高反正是没人帮到你的 OK 还有之前都累了 昨天 还被一个团友捉了我 去环渔保育圈 走到那里 那里才对 一拍片就看不到 还被捉了我 还被捉了我环渔保育圈 河口湖跑了接近20km 所以是脚软软的 河口湖之前还想要转富士山 所以 继续慢慢走都可以了 8点五核木之后 一条线和水酒线是会合的了 两条线是同一条路上山顶 那两个钟头42分 还有600米到山顶 距离九核木 才好像200米 震震门刚刚飘走了 现在出海景色先 飘远一点点 现在还是一看狗云 看完山下的景色 看山上的景色 有点飘飘的云 好了 来到九核木底的鳥居 这里所有鳥居都是白色 我想是不想影响山顶 这里是三千六百米海拔的九核木 距离富士山顶 还有400米海拔 半个钟头就到了 最后一段登顶的路段是这样的 好了12点43分 现在来到富士山顶 门前的鳥居 到了 终于任务完成了 好了 用了三个钟头 11分 6.5公里 脚软软 来到富士山的山顶 72小时里 第二次上来 超兴奋 不过没有停到太久了 有什么云海 刚才是做白梦梦的 几惊上来一片白梦梦 什么都看不到 感恩 超感恩 看到吗 正 虽然蜂顶 但是有一个任务中 有没有备造成的 就要过去檢望的位置 因为上次来的时间 没有过去 没有上去檢望 因为一群朋友 一群女友 一群女友 Anyway 他们应该知道 我说了他们 那我们一起走的时间 就 我没有上去 最终 今天要补回上去 这个 檢望 大部分人偷这个富士山顶 都是顺时斟走的 但目标为本 去前面的檢望 最近的方向是 所以我从这边走 如果想看回这个整个圈的状况 看回我另一条片 不过应该是出了这条 那条 大家期待一下 很美的景色 给个雲霧之中的剑幕 大家看看 哎呀 刚刚借了 距离的剑幕又近了 看看有多远的距离 这条片 原来还有500米 好了 劍幕就在我后面了 未上之前 先来个景色 颈头前面 就是油谷那边的位置 大家很聪明 轻身上顶 射低装备先 好了 特别地域 气象观察所 最顶的位置 拍照 当然要排队 三七七六 三七七六 好了 排队拍照之后 就 看看气象站 前面就不能走 纯粹八卦一下 烟雾 望出去的 富士山 火山口 感恩还是蓝天 明天就没有这样的天色 好 好了 去完劍鹿之后 我就沿路回船 不终于这一回合 因为早点才终于完 这里回到 1.3公里 多距离 下山 回程的时间 看到这个石墓 好可爱 一块块的火山石 回程的时间 都忍不住 给他多个镜头去 好美的火山岩 形成的颜色 好了 兜了一回合 回到2点这个位置 全部有没有完成 没什么要搞 就下山了 给多个镜头 这间顶上奥公 上次来到 没有拍到 给个镜头去 还有这个山顶的地图 山顶的休息位置 在这个位置 看出去就是看到鱼类缸 今天相对少人一点 黑人仔 必须的动作 给大家看看 什么叫高山反应 看看 张卜卜卜 当然我这句高山反应 只是说一下笑 但是我告诉大家 面包包里面的气压 都可以让面包变成这样 更何况身体里面的变化 所以千万不要轻视高山反应 上大山之前 还足够准备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给一段落山镜头路段 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落山路 基本上 都是这一类 塞石石的沙石路 塞石石还是塞石路 不断 左转圈右转 左转右转 塞石下去 看看这里有没有风景 暂时都还没很清楚 看到有人看小信在哪 大家看到不合段 没有下落的东西 塞石石 下来八峡木山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补补一下水 因为下山的路段 不要经七峡木 即是说 去到很厚 才有个地方 再给你买东西 很需要在八峡木搞 再提多一次 吉田线是黄色 是左手边 拍摄一下路线 离开八峡木之后 路线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我们前天 是很幸运的呢 前天是 差不多大过我时间 五天八明 今天落山的路段 八门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那天落山 还是有景看的 这些云霞散了 即是时间描述一下 隐约见到 下面不断的塞石路 立即補个镜头给大家 趁这云霞走了 这个时间 不断落 去到白色那里 都还未完 好了 五个钟头二十四分 来到七峡木的厕所位置 用了十三点五公里 这个位置有小间 大武器水机 武水高级 好 离开这个位置 好了 搅拆了厕所位置 之后 无限施設完了 在这个位置 我们会见到 鼻石水道 第二条水道要进 第二条水道 外面有些小匠 为什么要进呢 不进就有这条斜坡 挺斜的 累累的 走进来这条 下来这条 舒服一点点 顶不顺的 来到这个位置 马仔已经可以帮到你了 好了 回来六合木的位置 六合木至到五合木 这段 就是相当于好行的路段 一路 一路走 登山的协力 一千元是值不知钱的 刚才在五合木 没做到 你们就记得做回 借了头盔 记得在这里走 头盔 好了 接回上山的路 好了 这段路来的时间 会很开心 为什么上山 没有一段 那么正的路 回头要还回 现在 上一段斜路 六个钟头零四分 回到这个位置 我不是整数控 如果先这段 这么平缓的路段 要跑回来的话 六个钟后 就搞定了这个 单工 日本人叫做 弹圆的即日来回 富士山 时间比我预期松动 很多 找个位置坐下 聊聊天 如果大家不嫌疑 继续看下去的话 讲讲今次我 准备这个单工的 没动 准备了些什么 或者有些什么想提醒 大家如果想玩类似的 又要注意些什么 不过 让我买一瓶水 先 黄公的巴士站在那边 现在是3点40分 刚刚有班车到站 其实我会趕多次这班车 不过不趕 在这里逗留多一个钟 在这里逗留多一个钟 和大家探订多一个 放行李的位置 这一座建筑物的三楼 同样都有铁架 可以放行李 不过应该是有部分 预留给房客 来到有没有位置 就看你彩数 这边的价钱 相对于云上角 就贵了些少 但坦白说 有得放就不差那些少 最重要是有位置 好 买了一张汽水 大概预纳 预纳行李 有四十凌分钟 可以坐在这里吹一下水 不过反正我没有吹了四十几分钟 其实呢 老实说 要计算距离呢 我用了六个钟 松一点 如果只是计算上山的路段 可能是六K左右 那你说的 由这里二千四到三千七 其实都是说上千三 对很多走开山的朋友 就真的不是难事 但难再难再 是因为当你去到三千多之后 有的高山反应 其实老实说 医学文献来算 二千多以上 已经有机会有的 但我们玩开比赛的 很多时候 都有机会涉足 在一些 就是我们玩的 很多时候都会涉足 一些二千多的山 那不是很出奇的事 适应了 就是我说我自己 一开始玩的时间 都有一点害怕 很高反性 但玩下去是 没什么的 真的说二千多的 那些真的没什么 但当然 这个不是医学角度 纯粹个人的感觉 但是去到三千多 就的确实 真的要小心点 处理 就是我过往上 三千多的山 都试过一些高反的反应 为什么今次 好像走得比较顺 一些 用六七个小时 搞得到 又好像没什么 等于很容易走 我是怕有一个大家感的误会 所以尤其都有一点头盔 就是其实呢 今次的走得比较顺 最主要原因 因为其实我早两天走了 OK 我做了一个高度的适应 其实是有帮助的 没有啦 体能上面 就是尽管是有少少累 其实少少累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跑了个玩具 虽然好像很累 但如果你的体能本身旧 其实也是处理得到的 而在之前 那七十二小时之前 那个行程 做了个高度适应 因为那次我和一班朋友 一起走十几人 大家走的过程 是很慢 很慢 非常之慢 叹足了整个漂亮的天气 所以来计 对我来说 那个高度适应 我是做得很够的 由这里起步 去到七雅目 三点凌钟起步 两点凌钟起步 去到七雅目 六点钟开始睡觉 然后睡到三点钟 再七雅目起步 慢慢慢慢走上去 由三点半钟起步 去到上到顶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都整十一二点 那个过程是非常之漫长 但是胜序又好像好天气 那就走上去 没什么问题 也都在那个过程 做了一些的适应 其实在短时间里面 虽然我有回到新宿 再回到来 其实在高度上 我感觉 有一些适应度在这里 是会好一点的 相对来的 想带出来的就是 不要想着很容易 富士山 很多人会形容 是很容易上的大山 我不会认同 一座大山一定不会上的 去到三千多 没有事就没有事 有事就大件事 例如今天 我为什么今天要这么急上 因为明天的天气是Sea Grade 他们会分A B Sea Grade Sea Grade的时候 天气是可以很差的 Sea Grade我宁愿选不上 不是处不处得到一个问题 我享受不到天气 那我就决定不上了 情况就是这样 那 再以我自己来说 很开心 一个行程 认识了一群朋友 玩了六日 然后又天公做美 在一百分的天气之下 和我们玩完一个山路 上了富士山 完成了他们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然后又有一些空荡的时间 一直都计划了早 迟两天走 但是一直都没有决定去哪里 一直都没有决定去哪里 直到觉得可以做个单高 那就有这个概念 想要来到之后再去看天气 天气不好 打烧了念头 但是继续一下 一直体验之后 觉得我应该是可以 在九个小时里 是可以完成得到的 那就胆脆脆买飞过来 那大概是这样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条影片的分享 还有帮到一些想去富士山 行山的朋友 有少少的概念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 你不来过你未必知道的 那说得多少得多少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行山都比朋友多 而且在外地 在一个这么大的山 你不可以完全没有准备 和没有一个熟悉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外国的大山 你都想挑战的话 香港的山都走完的意思 未走完 考虑一下参加好的香港不登 挑战香港100的山头 香港的山是很有独特性的 富士山是很漂亮 虽然我未走过这么多条上山的岛 但是我相信它的多元性 爬不上香港的山 OK 不要浪费了 这么近的地方 自己有自己的山势 不要浪费了这么宝贵的资源 玩玩玩香港的山 才感受外面的大山 感受香港美好的山势之后 有机会再来玩外国的山 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收藏给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朋友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